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七十八集 皇帝陛下高高在上 皇后在旁相伴 太子在父母下方两个台阶 也有个独一无二的座位 这种场合呢 其他的皇子一般是不会来的 皇帝的眼光在下方群臣身上一扫而过 温和说道 我含极得太后赏识 说不定先前就一直待在皇宫里头 当范贤偷瞄对方的时候啊 却不知道高高在上的那对夫妇也在瞄着自己 皇后浅饮一口酒 眼光示意一下范贤所做的方位 轻声说道 那个年轻人就是范贤 陈郡主将来的驸马 陛下微微一笑 说道 看上去生得倒是好看 在京中也有些失明 今日朝上 新起物与任少安这两位少卿 同时称赞他的才能 朕倒真有些好奇 为何太子舍人与宰相门生都对他如此亲善 皇后的笑容有些勉强 也许太子明白了人缘 陈缘 再说 他毕竟马上就是宰相大人的女婿 哦 人缘 陛下似笑非笑 也没有看皇后 反而看着下方自己的儿子 看来 镇着儿子也知道人缘的重要性了 虽然听出一丝不满意 但皇后依然感觉到陛下今天心情不错 对于太子也不像往日那般 只愿意呵斥 难得的有些正面的评价 不由高兴的说道 城前渐渐长大了 总是会懂些事情的 皇帝陛下一笑无语 厌过片刻 范贤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还是什么原因 不停的喝着酒 这些酒浆顶多算黄酒一类 度数不高 喝着酸酸甜甜 范贤没觉得如何 但在旁边朱关的眼中 这少年喝酒的模样 着实有些动物凶猛 就连这个礼部侍郎 张子前都忍不住提醒道 范大人呢 不要喝太多了 万一店前失仪 那可是大罪呀 听到范大人三个字 知道对方是在提醒自己 这里啊 并不是流经和尚 而是在庄严山宫之中 自己的身份也不是酒客 而是个臣子 范贤心头微笑 却是真气逆韵 将酒意逼至脸上 眼眸里顿时多了一丝迷离之意 压低了声音说道 不敢瞒老人家 小侄实在是紧张啊 还不如赶紧饮些酒 也好放松一些 张子前看着他醉太出险 似乎听不清自己说话 只好摇头哭笑道 哎 宰相大人称柄不来 你那父亲偏生也不来 却将你这小子交给我管 如果真喝得烂醉如泥 我怎么向他们交代啊 对面北齐使团 这些天呢 可着实被红炉似的那些外交官员们为难惨了 此时见到范贤模样 不由相视一眼 心中拿定了主意 这些天 虽然范贤身为副使 一直沉默不语 但使团众人却是深为厌恶那张漂亮脸上时刻流露出来的妮儿坏 北齐在这个庆国京都依然有不少探子 当然知道 庆国红炉寺 此次之所以如此厉害 全是因为那个叫范贤的副使 在背后出的坏主意 至于出的什么坏主意呢 却没有人知道 如今两国谈判已成 双方皇族已经化压 肯定是无法再反悔了 北齐使团心里却依然有着大哥的 看着这个范贤的罪态 常宁侯阴险一笑 站起身来 对着高处恭敬行礼道 陛下 这些日子双方谈判辛苦 贵国 红炉寺中暑也是辛苦 不知外臣可否敬诸位红炉寺官员一杯呀 以争两国情谊 常宁侯发话之时 东夷城使团坐在他们旁边 自然也将反贤的罪态看在眼里 知道北齐人想做什么 只是冷眼旁观着 却没有凑热闹 龙椅太高 皇帝陛下与皇后似乎没有看清楚 这个厂间的暗流 也自然不会注意到范贤 呵呵一笑 远了 太子也凑去道 常宁侯自然是要尽兴才是 所谓厂上对手 厂下也是朋友 当然 酒桌之上就只是对手了 太子呢 其实只是想表现一下自己的谈吐 但这谈吐呢 实在是一般 而且他不清楚事情将会如何发展 倒是愁坏了坐在下方的红炉寺总官 这些天的谈判里 大家早已经把范富士当做了自己的人 怎么能让北齐人将范富士灌醉呢 但是双方坐得远 根本没法子帮忙去 范贤微笑与北齐使团饮着酒 心里却隐隐有些不安 最近几天 长公主管理的那些商会 开始对淡泊书局下手了 提指架 压书架 简简单单的两手 就让范思哲和企业掌柜非常郁闷 但他知道对方真正的手段应该在后面 而他今天的手段呢 正好需要酒浆的帮助 不醉酒难 装醉酒更难 这是范贤第一次宫廷赐宴时最强烈的感觉 北齐那边也不行了 八个使臣 倒了六个 最后连长宁侯都不再顾着自己的身份 结果壮勇牺牲啊 搬挂在范贤的胳膊上 直到此时 一直与皇后和庄默汉大家轻声交谈的皇帝陛下 唇角威战 笑道 宫里已经很久没这么热闹过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穿越小说《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位庄默汉一直沉默着 只是偶尔在庆国皇帝陛下发问的时候才会轻声回答几句 摆足了一代名师的派头 此时顺着陛下的眼光望去 似乎也才刚刚发现那边的嘈杂 看着那个正抱着长宁侯灌酒的这个漂亮年轻人 好奇地问道 那位年轻的大人就是施加范公子 这位名造天下的文学大家 似乎很难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位传说中只凭三首诗便成功赢得失明的少年才子 竟然是个好久狂徒 皇帝陛下似乎也有些微微恼怒 提高了声音喊道 反贤 整个宫殿里的人 其实大半个耳朵都在仔细听着笼椅上的动静 生怕有一时不察 所以皇帝陛下发话之后啊 偌大一个宫殿顿时安静了下来 鸦雀无声 除了那个叫范贤的年轻大人 依然在不停地嚷着 隐声 隐声 这句话呀 似乎是南方的某种说法 看来小范大人真的喝多了 范贤 看见那小子喝醉了 太子也忍不住压着怒意 呵斥了一声 毕竟认范贤为副使是东宫的建议 也正因为此事 范贤今日才有入宫的资格 范贤丢脸 在太子的心里 自己也不怎么光彩 似乎察觉到了宫殿里的气氛 有些安静的怪异 范贤有些愣愣的站在原地 眼光有些迷乱的四处扫了一扫 但漂亮的脸上 却透着一份酒厚的洒脱狂义 谁喊我呢 朝中凡是这个与范家 宰相家交好的大臣们 听见这小子的回应 都恨不得马上把他嘴堵上 然后塞进马车 赶紧扔回范府去 出乎众人意料的是 高高在上的皇帝陛下 听见这声 只有在酒楼上才有的应答后 却似乎并不怎么生计 反而笑了起来 是 朕在喊你 听见 朕这一个字啊 不论是真醉 还是装醉的人 都要醒过来 范贤也无例外 手臂一松 赶紧攻身行礼 臣 臣醉该万死 臣 沉喝多了 他这一松手臂啊 一直被他饿着的 这个北齐长宁侯 醉熏熏的就贪软了下来 啪的一声 摔在了地上 庆国官员 见敌国谈判长官 摔得如此狼狈 唇角泛起微笑 十分得意 北齐使团 唯一没有喝醉的两个使臣 赶紧将长宁侯扶回座位 自有宫女体贴地送上行酒汤 皇帝陛下赤道 朕当然知道你喝多了 不然定要治你个 殿前事宜之罪 范贤勉励保持着宫神的姿势 苦笑着分辨道 臣不敢自辩 不过 有客远来不亦乐乎 不将北齐的这些大人们陪好 臣身为接待父使 不免是直思没有完成好 呵呵 瞧瞧 陛下 测身对皇后说道 这 还是不敢自辩 呵 若她自辩 只怕还会说 是朕让她喝的 与她无忧啊 皇后知道 陛下一向最喜欢 和疼爱这个陈郡主 那丫头 不知道她是不是爱乌吉乌 微微一笑 既不为范贤说好话 自然也不会傻到出言斥责 范贤 这是皇帝陛下第三次 在殿上换出她的名字 众官树耳听着 内心深处 却品杂出来了别的味道 看来 范贤与皇室的关系啊 果然不一般 只听陛下淡淡地说道 你范贤与朕的情分 不一般 在朕眼中 你也只是个晚辈罢了 且不论君臣 当朕说话之时 你还是得把你那张利嘴 给闭着 不要以为朕不知道 你在酒楼上那番胡走言语 小小年纪 真认为这个嘴皮子利索些 便能将这天下之人 不瞧在眼里吗 明是贬斥 暗中却是呵护有回 群臣啊 群使哪有傻瓜呀 怎么会听不出来呢 果不其然 只听得陛下轻声说道 知此下莫名也 君臣融洽 邦遗永固 啊 反贤 你向有失明 不若做失一手 以致其事 群臣纷纷复合 知道陛下是给范家一个颜面 看来陛下灵机一动 想见今日停演之机啊 让诸臣知晓 这范世子 这位八品邪徒狼狼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陛下是要给范世子一个出头的大好机会 只是这小范大人此时喝的犯罪 恐怕会浪费这个机会啊 真是可惜啊 范贤酒一上涌 确实有些迷糊 但这番殿前对话却是听得清清楚楚 自嘲一笑 对着龙蚁方位一拜 说道 陛下 下臣只会些酸腐句子 哪敢在一带大家 庄默寒老先生面前献丑啊 此言一出 群臣目光都望向了庄默寒 这才明白陛下的意思 绝对不仅仅是给范世子一个露脸的机会而已 而是借此机会 要向天下诸国万民证明 论武 庆国举世无双 论文 庆国也有足以匹敌庄默寒的才子 范贤的这个万里悲求常做客的名头啊 在京都里早已享了数月 只是后来他肩不作失 才渐渐淡了 诸臣听他一句话 便把事情推到了庄默寒那里 还以为他与陛下早就暗中有个计划 要打击一下北齐文坛大家的气焰 其实范贤也只是猜的 前世的经验呢 并不足以让他能猜存帝王之心 但是看庆国近来闻风之声 想来这位陛下一直不甘心战场之上 无意和之敌 闻场之上呢 却始终被这个北齐人视作难瞒 这位庄默寒来过之后 出入恭敬 虽然是太后及诸位娘娘敬其文明 但是只怕陛下的心里啊 会很不舒服 天生呢 庆国 并无文章大家 于是乎自己这个文超公 便被很无辜的推上了擂台 樊贤知道自己没有猜错陛下的意思 因为隔着老远 他强悍的目力依然能够看清楚 陛下的双眼渐渐眯了起来 目光幽深里 透着一丝欣赏 这欣赏啊 自然是欣赏小范大人 神明真心 同时呢 也是警告 你啊 得做手好事出来 莫在这庄默寒面前 丢了庆国的脸面 不若你做一手 让庄默寒先生品品一番 若不佳 可是已罚酒的 皇后微笑说道 她也清楚自己身旁男人的想法 提前布了后手 事已至此 还能如何呀 范贤回到席间 不顾醉意已浓 又轻一杯 让微酸酒浆在口中品砸一番 眉头紧锁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由 延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采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